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图布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讲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信说P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的讲师高乐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前面咱了解了RTTP的请求和选择的方式 对不对 我们看到请求分三部分 对吧 请求行 请求的投信息 请求的内容 想用的也分三部分 对不对 咱们这几个咱们就详细了解第三部分的内容信息 这对我们一些更高级的外部开发很有帮助的 对吧 咱们做外部程序员要了解的就是这些内容 除了知道RTTP协议是干嘛的 那么知道它的方式最主要就是消息的内容 那我看一下 客户的连任服务后向服务器请求某个外部资源 对不对 称之客户的向服务器发了一个RTTP请求 对吧 一个玩点的请求包括请求行若干的消息投 然后以及请求的内容 也就是请求的证文 其中的一些消息投和证文都是可选的 并不一定是必须的 然后消息和证文之间使用控制隔开 也就是三部分 看第一行就是第一部分 请求行 对不对 对 里边你看用get的方式 请求了dibbo.book 使用的协议是RTTP1.1 对不对 这个请求行就是用于描述客户端请求的方式 请求资源的名称 请求内容文件 以及使用的协议的版本 就是在第一行上 当然了咱们只是了解就像 对不对 这种的都是浏览器内部实现的 对吧 这个若干行这些就是请求的投信息 最主要是每一个是干嘛的 咱得知道 对不对 对吧 了解的越详细越好 这是多个请求投 消息投用于描述客户端请求了 哪台机器 以及客户端的一些环境信息等等 在这会儿 三部分还有一个什么 第三个就控行吗 不是 是控行之后再有这种内容 而内容就是pose的传递 就是表单的内容 盖的传递就是问号之后的参数 没有那意思吧 再详细的信息 我给大家这块 看到这块了吗 你看 先看还是TTP的请求消息 就是浏览器丢给服务器 对不对 一个请求客户端发送数据 一个网站的消息 包含一个请求 若干的消息头 换上实体内容 对不对 请求行 刚才能说了 是不是这些 例如刚才说这个 对不对 然后请求头 这块我有一些中文的翻译 看到了吗 ACCPT 这个就是用于告诉浏览器 客户机支持的数据类型 对吧 就是客户端 我现在支持什么类型 你发的内容 告诉我什么 自己可以用的 对不对 然后这个用于 什么告诉浏览器 客户机采用的什么 编码格式是什么 对吧 什么样的编码格式 我客户端支持 对不对 对 然后这块什么 支持的数据压缩 对不对 告诉浏览器 我这还支持数据压缩 对不对 客户机现在 我什么原环境 对吧 通过服务器想法哪个主机 这个是客户机 通过浏览器 告诉服务器 资源的混存时间是多少 这个客户机通过浏览器 告诉他什么 就是客户端 是从哪个资源来防服务器的 就防盗链 用使用这个 这个就是告诉服务器 客户端 现在用的是什么软件 防御的 就使用什么浏览器 对吧 就是用户的代理 这话 客户投资 其实就像 咱们后期重点 讲的是这话 也就是 在请求的时候 把客户端的一些 互费信息带过去 大家有可能还不知道 什么互费信息 后边是咱们重点讲的内容 规划控制 对 然后这块是告诉服务器 请求完成之后 是否保持连接 对吧 这块是告诉服务器 当前的请求时间 等等 这么多 投信息 对吧 这里边我都有中文翻译 大家得详细的了解一下 对不对 大致能看懂就可以 对吧 然后就是逛个行 然后就内容 内容就是指浏览器 通过NTV协议 向服务器发行事情 那种 比如说 参与后边的 名字等于什么 ID等于什么 对不对 盖的请议是通过这个 创顾 创顾 就是通过什么 表单传给服务器的 对吧 这就是我们的什么 请求的内容 对吧 然后我们再往下看 而TV的响应消息 是比13部分的 那响应消息 也就是这三部分 过去的 对不对 我们再详细看一下 一个RTV响应 代表服务器 向客户的 返回的数据 对吧 一个完整的消息 也是内容 第一个是状态行 若干个响应头 然后以及响应的证文 其中一些响应头和证文 都是可选的 对不对 比如说投信息和内容 都是可选的 小灯头和证文之间 也是用空谷隔开的 你看 那这块也算是 TDP鞋合版本 对不对 然后200 是不是状态码 OK 是不是状态描述 就是状态 好像用于描述服务器 对请求处理的结果 对吧 客户端是可以接受到这个的 接受到状态 然后才决定怎么处理 那从这到这 这几个是什么 就是多个消息头 对吧 那干嘛 消息从于描述服务器的基本信息 以及数据的描述 对吧 对数据的描述 服务器通过这个数据的描述信息 可以通知客户端如何处理 对不对 那等一会他返回的数 等一会返回数据就是 空格之后的下边的实体内容 就是投发送给客户端之后 再发送内容 对吧 比如说我们试着客户端的 试着我们内容的长度 我们告诉服务器到告诉客户端 你想要是告诉客户端 对不对 告诉客户端的文本方式 对不对 然后呢 换存的一些全新控制 对不对 控行是正文 正文就是RTTIM一面 你想给客户端的 对吧 那想的正文 这几个多个想的头 又是什么关系呢 这里边也有记录 对吧 一个RTB想代表 服务器上客户发出去 包括一个状态 还是若干行的 以及实体内容 对不对 但相同包含什么 这个就是匹配的三个R 状态 因为告诉客户端找谁 对不对 然后这块的服务器 这个头告诉留意 服务器的类型 这块告诉浏览器 服务器的数据压缩格式 告诉浏览器数据的长度 告诉浏览器类型 告诉浏览器的什么 广讯时间 告诉浏览器 隔多长时间刷新 对不对 然后告诉浏览器 下面方向打开数据 比如说下边这话 咱们有一段键代码 对不对 等等等等 图片呢 下面我就不一一读了 对不对 然后数据想象世界 对吧 也是不是有多个 大家可以以后开发 试验到这些 信用信查 也就可以了 现在呢 咱不用说 你详细的把它背起来 都不用慌 我们再回过来 看一下 然后来是TB的消息头 也是请求想象的 共能特性 请求想象 它还有很多共与 同的属性 就比如说 服务器端告诉我客户端 我是用什么格压缩的 客户端告诉出去 我有没有什么相同的格压缩 对不对 两个是通信的 对吧 所以它使用消息头 可以实验是TP 与服务器之间的条件 请求的一个应答 那消息头相当于服务器 和浏览之间的一个暗号指令 对不对 每个消息头包含一个投资的名称 然后冒号 空格值 回车和一个话号 就是每一个这里边的格式 你看都是名称冒号 然后控制 然后值多 只有多少个开 然后回车 发号 再下一场 就每一个格式都是这样的 对吧 这是不管是请求头 还是想定头 都是这样的格式 对吧 然后比如说这个格式 对不对 消息头字段 消息头字段名称 是不区别大家会写的 就在名称 但习惯上的每个单子 手这么多大写 你看 A和E 是不是大写的 对吧 整个消息头 过程中的各行的消息头 可以按任意随意排列 没有先后随意 在消息头中 不管请求还是想定的 没有先后随意 消息头又可分为通信消息头 请求和想定的实体 都是这四个 前面都说过了 对不对 请求想要 许多请求投资段 都允许客户端在什么 值部分 指定多个可接受的选项 多个用多少合开 刚才你看看 对不对 有些投资段 可以出现多次 比如说详销中 可以设置多个警告的投进系 对吧 可以设置多次 然后具体的就是看一下 请求头的详细 比如说请求的格式 你看 我们请求行上 格式就是这几个请求方式 资源路径和协议的版本 对不对 然后格式盖的 对不对 然后请求方式盖的 Post 还有 还有 Delete Chase 还有什么 Pot 是不是这么多 咱只需要了解 盖的 Post 就可以了 盖的 Post 详细的 咱们前面已经讲过多次了 一个是地址栏的 一个是表单 对不对 而且盖的是有长度限制的 而且实在进展而明稳的 Post是没有长度限制的 是不是这样的 对 建议大家前面已经很多细节都了解过盖的Post 对不对 我就不相说了 然后 响应的时候状态码 响的状态行 对不对 然后有版本号状态码 还有什么原因 比如RTV1.1 200OK 对不对 状态码就用一条服务器对请求的客户同的处理 结果 它是一个三位的实进制数 对吧 详的状态码分五类 对吧 从一到五分为 100到199的 表示成功接受什么 请求 要求客户的具体提交下一次请求 才能完成整个的处理过程 200到299的状态码 表示成功请求 并已完成整个处理过程 300到399中的任意一个状态码 是未完成请求 客户需要进一步细化请求 对不对 然后400到490 客户端的请求是有错误的 500以上到600以内 599以内是服务器团出现的问题 比如说565 对不对 之类的 比如说200是表示一些正常 302 307 就是临时重新项 就想说 304就是未修改 就是客户端可以接到状态码 可以缓存 使用客户端 缓存的问题 404就被找到 500就是服务器团的程序 发生问题了 对不对 所以当在页面将出现 500错误 对不对 404 是不是这样 常用的状态码 大家一定要知道 因为面试的时候 经常搞说 问你RTP协议的404 什么意思 当然不会这么简单 问你500 问你565 对不对 所以大家在面试之前 最好把RTP的状态码 多看一看 或者参考系统 PGP 第一章也有详细的 常用的状态码的一些介绍 对吧 不用全力 咱平时开发的时候 我都一个不用记 对不对 你想知道哪个状态码 百度一下RTP500 他就可以告诉你这500什么问题 然后还有是请求投的一些细节 下边咱说了 这些咱们前面已经看过了 每一个都是干嘛 对不对 这样的话 你可以稍稍了解一下 还有是这几个 信息也有例子 对不对 还有这个想通 对吧 这些后边也有说明 前面大家说过了 还有这个 对吧 这就是我们这些请求 想通内容 但是这些内容 我们说在哪看 我们这里边 我们只能看到 我们请求的三部分的 请求的内容部分 对 其他都是猜的 对不对 那投信息和状态行 或者请求行 和想一行 想的投信 我就看不到怎么办 你可以用一些工具去看 用什么工具呢 看一下 这里边呢 我给大家 经常看的使用的工具 都是这个 RTP watch 当然了 我服务也可以 爱也可以 都有这样的软件 我这个是爱的一个软件 看到了 对了 我们执行一下 欢迎入码 这一步 看下这软件怎么用 嗯 很简单的一手软件 看投信就可以了 对了 对了 先加到火骨也支持 对了 那我们先怎么办 先关掉 对了 嗯 对了 安装需要一段时间 我们稍稍等待一下 好 结束 现在我们可以 他没人打开AE了 你就AE吧 机器有点慢 这说明对不对 嗯 那看一下 我们还是 云点IT 兄弟连点心 那说这也没看到啊 对不对 这样 这样 你用一下 Ctrl S 你快捷键 等待一下 对 你看 是不是就弹出了一个这个 这个你看侧边来 就是RTB Watch 看到这个了吧 对吧 然后点一下 Record 然后再刷新一些页面 那这次刷新一下 这个请求过程 和显示过程 就全记录了 看到了 那这里边都能记录什么 我给大家往上 拿下这个 你看 上面这块 是我这个页面 一共请求了 你看请求的方法 都是Gate 看到了吗 刷新 然后这个是状态码 每次请求的状态码 每次请求的位行 每次请求的地址 看到了吗 然后呢 还有每次请求的时间 在这块 总共一边 我请求用了多长时间 对吧 那我再刷新一下 看一下 时间呢 上面是三四点 多少多少 对不对 这边时间 是不是少了一些 因为我第二次请求 好多都是用到了缓存文件 那这些大家有可能不知道 红色什么 不知道的话 可以看帮助 你看 帮助的地方 告诉我们 这些什么颜色 代表什么呢 对不对 红色是等待 对不对 然后蓝色的 这是什么 开始缓存的 从缓存中读的 是不是都可以看到了 所以开发的数学 有很多工具 比如说我现在 就是这个主页 云点 I7兄弟联 这个页面 对不对 这个页面 我们现在你点中它之后 看下边 这个部分 看下边这部分 我现在点的是哪个 点的是不是这个 远 云点 兄弟 连这个 因为每个都是一个请求 对不对 对 那这里边我们看一下 有投信息 看到了吗 这里边有发送投 就是我们的请求投 这边呢 是不是有这福气 给我们想的 你看 在这块是不是就看到了 这块是不是请求的行 盖的 然后请求的是福气的根 然后是TV1.1 对吧 然后我们这里边前面 咱们都介绍过 都是什么 这是酷费信息 对不对 这是主机是什么 这是我现在用的浏览器 什么 对不对 浏览器 我现在用微软的 还一发 看到了吗 然后这是响应的 是不是有响应的状态码 对吧 对 然后其他的一些设置 比如设置的字符集 是不是UTL8 对不对 日期 你看这工具 是不是都可以看 对吧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 每一部分的信息 请求的时间 我们的Pookie都有哪些 对吧 内容 这是我们的请求内容 看到了 看到了 这是刘发送内容 是不是我们这块 你看这个就行 头部的机器 是不是都可以看到了 对吧 所以我们装完这软件 Ctrl S就可以把它叫出来 或者是通过这工具里边 你看 这块是不是也有一个 对吧 装到这个浏览器里边去了 是这样的一个插件 好 这就是我们这个软件的应用 大家可以下载一下 HTTP 或者这个观察HTTP的 因为正常的协议 我们版本的协议 我们只能看到内容 对不对 其他人看不到的 所以装了一个工具 我们就都可以看到这些内容了 然后咱们高级开发的里边的时候 比如说在GS或什么 我们还可以操作每一部分的细节信息 好吧 好 这就是我们HTTP部分的内容 那学HTTP最主要的 让大家了解外部的本质 对 还主要的就是什么 为咱们学规划控制 做一些准备 对吧 好 谢谢大家 这节课就介绍到这里 再见 拜拜 初学者在学习一门编程语言时 总结能力非常差 胡乱学习 对学习的内容和方法没有掌握 对行业的发展毫无了解 对自己的未来也很迷茫 为此 风格推出每天60秒语音 为你答疑解惑 加入风格微信公众账号 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 用微信扫描二维码 或者搜索高乐峰兄弟脸 出来一个高大威武 有内涵的帅哥 就是我了 点击关注 我就会天天骚扰你